大家好,德克,今天跟大家聊一聊定制新房窗子的流行趋势 第一点就是窗的外框的颜色 窗子的外框颜色可以反映出这个房子的年龄 白色最便宜,年代也最古老 一般老房子,房龄在20年以上的安装的窗户一般都是白色的 而米色则是前十几年前比较流行的选择 为了更好的跟外墙的颜色进行融合 所以那些时候在窗子颜色的选择上也是五花八门 包括米色,灰色,甚至是棕色 而黑色这是当下比较流行的选择 黑色的窗框跟外墙产生强烈的颜色反差 让人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 定制新房,窗户外框的颜色选择非常重要 因为即便是新房了 你选错颜色也会让人感觉有些过时 而且装修房也可以通过简单的换窗 可以让房子看起来很新 第二点就是窗的内框的颜色 目前在北美最流行的内框颜色是白色和黑色 如果您的房子是传统过渡或者复古的 那么白色的内框是最好的选择 因为白色的内框百搭而不出错 对于现代风格或者极简主义风格的房子 黑色的内框更适合 而且这两年也开始流行起来 配合无窗套的Drival Return 或者极简的白色窗套 能够产生强烈的颜色对比 给了一种高贵的感觉 第三点就是窗子的格栅 老房子或者偏古典风格的房子 在早些年会在窗子的外面或者说是内侧采用格栅 早期的格栅一般都是木制的 很容易发霉 而近些年来一些偏传统风格的房子 玻璃内部采用传统的宽边格栅 因为是在玻璃的内部方便进行维护 而且过渡风格的房子 则会在玻璃的内部安装这种pencilbrill 就是很细的这种格栅 跟铅笔一样 一些偏现代风格的房子 则完全摒弃了格栅 玻璃里边啥也没有 看起来更简洁 关于窗子的门道还有很多 包括它的开启方式 材质 保温性 门锁 都有讲究 内开窗和外开窗具体的差别在哪里 哪种才更适合独领悟 怎么做才可以省钱 建房子 用窗子 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为啥有的房子 因为窗子而验收通过不了 关注豆壳了解更多的建房干货 咱们下期见 拜拜